每个人所处的位置也会大不相同 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做不到将心比心 那就多点包容 今天将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 做好自己 问心无愧 窗子有云 下虫不可以与冰 和夏天的虫子谈论冰雪无异于浪费时间 和春生秋死的蚂蚱谈论四季 是一种无谓的消耗 人与人之间位置不同 风景自然各异 看到的想到的自然各不一样 不同位置的人相互理解不易 层次不同的人不必互相解释 有道是 大变不变 对待某些人只有予以沉默 才能心尽自鸣 因为对牛贪情无异于浪费光阴 位置不同不休理解 常言道 道不同不相为谋 同一件事 说出角度不同 所产生的理解也截然不同 正如盲人摸象 管中汇报 总有人凭借片面之词去妄下定论 又如何不识肉迷 有些人总以自己幽默的条件去 妄加评判他人内心狭爱 即使身处在大的世界 也不能改变眼中模样 所谓锦蛙不可以与害者 居于虚言 事说有云 闻道有先后 树叶有砖供 一个人的认知水平不能通过年龄 学历等高低来评判 一个看似平平无奇的人 也许有过人之处 一个为高权重的人也许的不配味 每个人起点高低各不相同 不可相提并论 同一件事 人们所处的角度不同 往往会产生既然不同的理解 正如盲人摸象 总有人会凭借片面了解和局限的经验 往下定乱 又如何不识肉迷 总有人会以自己的幽默条件 去质疑别人的无奈 选择这样的人 即便看过再大的世界 也改变不了自己内心身处的狭隘 位置不同 见识也不同 所以 不必和见识前落的人去谈论道理 因为说什么都是寂头压脚 对牛弹琴 有这样一则预言 从前有一位秀才 和一个老农争论的不可开交 为此牛打上了歇太爷的公堂之声 农民说三七二十八 秀才说三七二十一 为此 仅先太爷为他们评理 献太爷闻之大怒 下令打了秀才二十大板 却释放了老农秀才不解 献太爷却说你堂堂一秀才 却合一百丁计较 该答 所谓你与同好争高下 不与傻瓜论长短 与他人谈论他不了解的东西 是徒劳的 因为他们只相信想象中的自己 既然见识不在一个层面 倒不如闭嘴 以免多生或断 人与人之间 倘若认知不在同一层面 说再多也是白打 内心封营的人 从不活在别人眼里 古人有云 举是欲之而不加权 举是非之而不加作 真正封营的人 不会因为别人的称赞和责难 而消解自己在他们眼中 所有的荣辱是非 都是深爱之物 从前有个教室称奇的人 为了见老子 跋山涉水来拜见他 当见到老子 看他面容丑陋 房间杂乱 便说 你哪里是圣人 分明是老鼠 老子抬头看了他一眼 不言不语 继续低头看书 完全无视他 事成其见此情景 只好走了 第二天他又觉得自己有些过分 来找老子道歉 谁知老子却说 你骂我是什么都没有关系 因为我还说我并不能影响我 更不能改变我 内心丰富的人 从来只遵从自己的内心 而不是跟着别人的嘴走 人活一辈子是过给自己看的 别人如何看 我们是别人的事情 不重要日子是自己的 安下心来做好自己 做好手头的事 就是最大的修行 庄子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朋友飞往万里外的男孩 长河小班就讥笑他说 我们分离而飞 碰到鱼术和铲术就停止 有时飞不上去 落在地上就是了 何必要飞到九万里的南海去呢 每个人对生活的理解不同 追求不同 你的尺度不是别人的尺度 别人的看法不代表你的观点 别让别人的看法影响你的生活 不活在别人的嘴里是一种智慧 只要不涉及原则对错 别人说什么听听就好 你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满意 又何必为了别人委屈自己 人无需活在别人的嘴里 好的人生不是活给别人看的 也不必在乎别人的眼光与期许 不攀比 不介意 活得开心比什么都重要 人活一世 别人再重要 也远没有你自己重要 别人永远是你生活的旁观者 只有你自己才是你生活的掌舵人 做好自己 问心无愧 因为作家曾说 这世上存在这样一种悲哀 这种悲哀不能流泪 更无法向人解释 即使解释 人家也不会理会 他 永远一成不变 是静静地沉寂在心里 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 更多的是现实的冷暖自知 所以 不要奢望人人都赞许你的思想和想法 人活一世本就重考难挑 你善良总会有人说你虚伪 你优秀总会有人重伤你 你人再好 再讨厌你的人 眼里都是毛病 一堆懂你的人不用解释 不懂你的人解释也没有 所以完全不必太过 在意别人的看法 位置不同 不求理解 层次不同 不必解释 人生在世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活法 不同的修行 真正有智慧的人 适用积极的心态 专注于自己的生活 日子是自己过出来的 而不是从别人的嘴里说出来的 别人的碎言碎语不重要 重要的是如何活出真正的自己 只有活得至日而真实 我们这一生才不算白活 人活在这世界上 很难不受别人的影响 也很难改变别人的看法 无论你是什么样的人 总有人与你格格不入 总有人与你面合心不合 也总有烂人烂事 让你烦躁不安 你唯独能做的就是明智的 不活在别人嘴里 选择自己舒服的生活方式 自在地活着 愿你拥有被爱照亮的生命 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话 假如你是一棵树 别人对你的态度 就是一阵又一阵的风 如果你很在意别人的意见 那意味着随便一阵风 都会把你剧烈摇动 甚至将你吹倒 因此 我们真正需要的 不是别人的评价 而是尊重自己的内心 看重自己的想法 古人有云 知我只为我心忧 不知我只为我何求 人生于世 不必为渴求他人理解而委屈自己 我们能做的就是走自己的路 过自己的日子 样不亏天 复不亏地 才能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 愿我们每个人 都活出生命的精彩 余生不长 你要花更多的时间 取悦自己 专注于自身能力 和修养的提升 握好自己的生活 活出自己的精彩 与朋友们共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